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称 这批优衣库的棉值男士衬衫 1月5日在洛杉矶港被扣 今年3月优衣库公司启动程序 试图证明这些衬衫使用的材料 并非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不过据美国海关与环境保护局表示 优衣库仍未提供足够讯息 以证明这些产品与新疆地区 强制劳动产品没有关系 因此海关拒绝放行这批衬衫 今年1月13日 美国将中国新疆棉列入黑名单 根据禁令 海关官员可以禁止进口 他们怀疑用新疆原材料制成的产品 无论这些产品是直接从中国进口美国 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